大家好,我是文胜老师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OBS OBS 它是一个可以帮你做直播的一个串流的软体 但它同时也可以做桌面录影的功能 功能非常的强大 然后它是自由软体,当然就是免费的 它有提供Windows、MacOS跟Linux的版本 所以它也是一个跨平台的软体 我们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过另外几个 比如说Ocam Ocam蛮好用的,但是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如果你在安装的时候没有注意 把挖矿机的勾勾拿掉的话 它会把挖矿机也装到你的电脑里面 你的电脑就会利用空闲的时候帮人家偷偷挖矿 所以非电脑专业的老师就尽量不要用Ocam 另外一个是蛮推荐的是Evercam Evercam它的录影的功能也是很强大 然后它有试用版的,试用版用完之后呢 它就会不让你转档 所以如果真的觉得它的功能不错 其实也是可以花点小钱买这个Evercam来使用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OBS呢 各位可以在网路上直接搜寻 可以直接下载 下载完之后 装好之后呢 它会在桌面直接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捷径 那你把它打开 就会出现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这边有几个功能 我们先稍微讲一下 首先它的画面的部分 画面呢 在上面会有两个大萤幕 那左边是后台 右边是前台 那你真正要播出去、要串流出去 或者要桌面录影的画面 其实是这个的内容 那所以左边就是让你做准备的地方 那你的准备的来源 所有的来源 包括影片 哪一个影片、哪一个文章、哪一个媒体档案 或者是甚至从PS4、PS5 那个抓进来的影片、串流进来的影片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准备 做准备 那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混音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外面混音的来源 或者是电脑本身的音效 电脑本身的音效 还有你的麦克风的音效输入 所以这几个地方都是我们在做混音的地方 那右手边这边是做一些基础的控制 所以大概整个平台的界面是这样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几个重要的设定 在右下角有一个设定 这个地方点进来 如果我们要做桌面录影的话 那跟桌面录影有关的地方 大概在输出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录影的路径 这个路径就是他做好影像档录好之后 要存档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去指定你要存在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位置 那再来就是录影格式 一般如果你没有特别设定 他会用MKV的格式 那我们一般是喜欢用MP4的格式 所以你可以去点选一下 把它改成MP4的格式 另外在音效的地方 这边倒是不太需要改 因为他内定已经是用 这个CD的音质 然后48kHz 那如果你只是存录 人讲话的声音 其实也不用那么高 那在影像的地方 如果你要在YouTube上面 用Full HD的话 就是1080p 那这边就要设定成1920×1080 这是要选择的地方 那大概是这些选项 就稍微 那我们要开始桌面录影之前 有影像跟声音要做选取的动作 那在影像的部分 就是刚刚讲在左边这边的后台 你要去做处理 所以我如果是纯粹入桌面影像的话 我只要把这个来源的地方定到我的桌面就可以 所以我可以直接我先把里面的东西先拿掉 我可以在这边直接加一个来源 桌面的话是在显示器截取这个地方 所以我直接点显示器截取 然后他会让你取名字 然后按确定 按完确定之后这里 如果你有两个显示器 他就会出现两个显示器 因为我这边只要录第一个显示器的画面 所以我就选第一个 按确定 这个就会录你的桌面 你刚刚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准备某个照片 或者某个投影片 或者是从外面接进来的影像 比如说PS4的串流的影片 或者是说你要某个浏览器的画面 或者某一个视窗 他都可以做截取 或者是你的DV进来的 或者是单眼进来的影像 他都可以做当做输入 当做输入 因为我们只选一个桌面 我们这边就把它选在桌面就可以了 再来是声音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系统的声音 所以如果你在录的时候 你希望你的软体的声音也要录进来 这个声音就要打开 上面这里就是麦克风输入 你可以看到你在讲话的时候 那个麦克风的亮度就会跳 你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先试试看 你在正常讲话的时候 这个亮度如果会跑到红色这边 代表你的声音可能会破音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音量大小值往左边调 调到他在绿色跟黄色最大声在这个黄色地方 不要到红色那边 这个声音其实就是最适合录音的声音了 最适合录音的声音 所以你可以调这里 你也可以调实际的麦克风的地方 然后另外这边有一个特殊的选项 如果你的麦克风不是那么好 你可以在麦克风的设定这里点进来 这里有一个滤镜 滤镜 他这边其实是可以提供你杂讯抑制的功能 就是AI降噪 我先把这个原先的先移除 如果你要新增滤镜的话 在这个黑色的地方直接按右键 直接新增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杂讯抑制 这个就是所谓的AI降噪 那确定 他这边有两个选项 我会建议你直接选用这一个 品质比较高的这一个 他的用途就是如果你的露营的环境 有一些背景声音 比如说电风扇在运转 或者是小小的那种杂音 小办公室的小杂音 声音不是很大的 他都会一律都会直接帮你滤掉 所以他简单的说 他也是一个AI降噪的功能 设定好之后就可以 把它存起来关掉了 所以当你的影像好了 你的声音的部分也设定好了 其实你只要直接按开始录制 他就会开始帮你把影片给录制起来 那录制好之后按一下停止录制 你的影片就会在你指定的资料夹 就会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就可以看到这些影片 看到你录好的影片 以上就是OBS做桌面录影的简单的介绍 所以我们把那个步骤再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左边你先用设定 把你要录音的品质 还有存在哪里先决定好 然后选到你的 录哪一个桌面的显示器 然后设定你的声音的大小 不要破音 然后可以加AI降噪的功能 如果都没问题就直接按录制 然后按录制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去操作 他就会把你操作的整个内容 甚至你有播放一些软体的声音影像 他全部都会录制下来 那做好之后呢 这边直接按停止录制就可以了